好,在第一段呢,作者介绍了这些怪人为什么会可爱 在第二段呢,作者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生活中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怪人 咱看这个人究竟是谁 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Up to the time of his death,Richard Coulson wa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figures in our town 他说,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 这个理查德·科尔森呢,都是我们这个镇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这个Up to Up to这个词有长期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本文中的意思翻译成直到 这个时候Up to可以换成up until 或者可以换成up till,甚至直接换成until都行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直到某个时候为止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咱们一般不用这个till,为什么呢 因为till这个词单独使用的时候不太正式 它一般不放在聚首 在聚首的时候呢,这四个都可以 叫直到什么时候,本文中是时间状语 但是我们在阅读中看到Up to的技术 它有长期的两个意思 除了表示直到做时间状语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意思叫 不超过什么什么,或最多是什么 或我们跟一个数量 叫最高不超过什么 Up to,这是相对less than这个用法 咱们看一个例子 In Europe,Taxes account for up to four-fifths of the retail price Retail是零售,Retail price就是零售价了 在欧洲,这个税呢,占到了最高不超过五分之四 零售价格的五分之四 就最多是五分之四了 只会比它少,不会比它多 Up to,就上限试试 顶到这了,最高试试 这个时候相当less than 那么account for这个短语 咱们以前说过 account for两个意思,还记得吗 李老师说过,第一个意思要解释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这事你怎么解释呢 还有表示占多大比例,占几分之几 本文中,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Up to,两个意思 本文中是第一个,把这个记住 好,再回到剧中 他说直到他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止怎么样呢 理查德克尔森一直都是我们镇上 著名人物之一 这个注意 我们在25课这个卡蒂萨克号中讲过 英语中的最高级不是唯一的 咱们中文中一般不说最什么什么的之一 但英语是可以的 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这个著名的,要注意形容词用的是notable 这个词不要翻译成值得注意的 在这里就是famous或者well know是著名的 表示这个意思是复习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14课中就出现过 咱们66页的最后一句话 66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他出现了 the most valent soldier and the most notable leader Senior Zhirwani Kukudwe 最骁勇的战士和最著名的领袖 Jirwani Kukudwe先生 这个时候famous跟他是同一词 就相当famous well known 我们在21课在单词里面也总结过 著名的这个表达 这个也讲过 这是复习了 那么后面还有notable figures 这个figure我们在21课也讲过 这又是复习了 叫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著名的人物 叫figure 这个词意思特别多 以前我们讲过它可以表示数字 12345这个数字 在第二课讲过 在手电筒的光线中 看那个模糊的人影子 一个人的形状 人的轮廓身影也行 还可以表示女孩子的体型 对吧 我说你怎么保持体型呢 How do you keep your figure 体型怎么保持的 在这也可以表示著名人物 这都可以 就是an important person 你比如说我们看 在这个106页的第6行 出现过21和106页的第6行 出现过这个figure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s in boxing history was Daniel Mendoza who was born in 1764 拳击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 就是Daniel Mendoza 生于1764年 这是多姿多彩的人物 重要人物figure 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镇上的这个名人之一 著名人物之一 那么他是因为什么著名呢 作者先说他本身呢 其实是这么一个人 他说 He was a shrewd and wealthy businessman but most people in the town hardly knew anything about this side of his life 他本身是一个精明的 shrewd叫精明的 wealthy是有钱的富有的 精明而富有的商人 但是这里大多数人呢 几乎不知道 他生活的这个方面 就是他的精明和他的富有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到 逗号前是个完整的句子 逗号后but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这是由廉词but引导的 两个并列句 连到一块 第一句话说 他是一个精明而又富有的商人 这个没什么说的很简单 但注意第二句话 but most people in the town 但是这里的大多数人怎么样呢 hardly knew anything 几乎都不知道任何事 是哪件事呢 about this side of his life 这个后面黄颜色的介词短语 是后知语语来修饰 前面这个 butting does anything 有关于他生活这个方面的 这个情况 生活哪个方面呢 就是他的精明和他的富有 就说明呢 他出名并不是因为他商人 有钱精明而出名 而是因为别的东西 因为什么呢 读者可能能猜到 因为他怪呗 这里边我们要注意 他这个表达 就是this side of his life 这个表达特别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用这个表达 避免了重复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写的话 它相当于这么一个 这样个意思 this side of his life 是不是像 his rudeness and wealthiness 是不是像 他的精明和他的富有 如果你要把 他的精明和他的富有 再说一遍的话 一方面跟前面那形容词 用同根词重复 二来呢 特别啰嗦 所以生活的这个方面 特别管用 你看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体会一下这个搭配的简洁 和他的这个避免重复 这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看这句话 Harry is very thrifty But in the presence of his friends He never showed this side of his life Harry叫哈里 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 thrifty 咱们以前在第15课 50遍是麻烦里面讲过 叫节约的 但是in the presence of in the presence of 表示在某人在场的时候 在朋友在场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反映出 生活的这个方面 this side of his life 哪个方面呢 就是histhreativeness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节线节约 你要用threativeness 跟champstreaty 用同根词就重了 所以换成了生活的这个方面 跟上面那个搭配 有异曲通空指标 避免了重复 那么读者就好奇了 那他为什么而著名呢 我们说了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the 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哦明白了 他的怪癖 使他成为著名人物 而不是他的精明和富有 咱们还是看看这句话 对于法诚文分析 这个依然可以看作是 and引导两个并列的句子 and的廉词 这个化红性的and 引导两个并列的句 第一句话里面说 我们大家都把他叫做迪基 这样来称为他 而不叫理查德克里森 用昵称 这个be known as 是咱们以前讲的搭配 不要翻译成作为什么被知道 而又翻译成被称为是 no asb是被称为是 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第二个并列的句说 他的这个怪癖 eccentricity是怎么样呢 已经变得很著名了 legendary 就是上文中那个notable 也就相当于famous 还是著名的和well known 然后呢 什么树变的著名呢 在他死以前很久就很有名了 在多年前 我们就都知道 这是个怪人 黄颜色的整个 是剧中的一个时间状语 long在这 是个副词 长久地 后面的before he died 是一个时间状语重剧 副词放到他前面 就在死以前很久 早就怪癖 早就出名了 legendary在这 final famous就好了 好 第一个 我们先复习一下 把a称之为b 咱们早在第四课 就重点讲过 后面也多次复习过的 这个no a sb 把a称为b 把某人某事物 称作是什么 这个主动 被动都可以 只不过这搭配 用被动更常见一些 用被动常见一些 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disease is commonly known as mad cow disease commonly就是usually usually 这个疾病通常 被称为叫疯牛病 你看叫被称为是 而不是作为疯牛病 被知道 这被称为是 注意这个中文翻译 那我们在复习 在第十四课中 还出现了被某人称为是 后面加借词to 跟本文中搭配 几乎完全一样了 就是66页的第十行 66页第十行 你看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iovanni Cotto 我先问大家 谁还记得 什么叫make a name for oneself 这个不要翻译成 给某人 给自己起个名字 而是出名了 成名了 就像become famous 他很快就成名了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十四课讲过 并怎么样呢 慢慢的 慢慢的就怎么样呢 被意大利人 成为叫 Giovanni Cotto 你看了吗 be known to somebody as 跟本文的结构一样 但是中国人的一般 不大喜欢用被动结构 你不喜欢被动用主动 那用意大利人做主语嘛 慢慢的意大利人 都把它称为的 Gervanni Cotto 就好了 那么be known to somebody as 被某人称为是 或某人把什么称为是 的结构特别漂亮 咱们类似可以造几个句子 这个句子咱们造过 今天是复习 美国人把艾尔文约翰逊 叫Evan Johnson 称为叫魔术师约翰逊 叫Magic Johnson 这台湾翻译成魔术强僧 这么一个人 那么中国人呢 是用主动结构 美国人把它称为是 但在英语中呢 我们可以把重要东西 放在去手 那么这句话里面 是艾尔文约翰逊重要 还是美国人重要呢 当然这个 Evan Johnson重要 美国人呢 是次要的 所以他是被美国人称为是 这重点突出了 特别好写 Evan Johnson is known to the Americans as Magic Johnson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别造美国人了 换个中国人吧 咱们记得这句话吗 中国人把李白称为叫诗仙 叫Poet Immortal 诗仙 那这句话里面 中国人呢 是配角 李白其实是主角 那我们就说成 李白被中国人称为 这个诗仙 Be known to somebody as 咱们再说一遍 李白怎么样呢 Is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Poet Immortal 就好了 李白尽管死了 但我们现在也就要诗仙 这是一个 一般常诗性的称谓 所以依然用一般现代诗 就好了 这是被某人称为诗 或某人把什么称为诗的结构 是复习 好 再回到剧中 那我们大家都会呢 叫狄姬 什么来称为 并且怎么样 And his eccentricity 他的这个怪癖 eccentricity 讲过了就怪癖 怪行为 怎么样呢 Had become legendary Legendary 这个词来自于名词 Legend Legend可能大家都认识 叫传奇的意思 传奇啊 野史啊 可以用它 那么后面讲 A-R-Y之后变成形容词 本意可以表示传奇的 没错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Legendary Legendary 表示传奇的没错 传奇的表示正史里没有的 野史中才存在的 你看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 Robin Hood is a legendary hero Robin Hood 是西方传说中的 叫罗宾汉 就是个陆林好汉 罗宾汉是一位传奇英雄 他正史中没有记载 民间传说中有 这叫Legendary 但注意 Legendary还有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本文中的意思 著名的 这个本文中不要翻译成 他死以前就传奇了 死以前很久就很著名了 叫著名的 在这个时候 老师说了 他相当于形容词 Famous或者Well-known 著名的 你比如说 The legendary Hollywood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 这可能都知道了 大明星 大著名导演应该说 好莱坞的著名导演 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 咱不把它翻译成传奇导演 尽管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传奇的 其实是物意 应该是著名的 著名导演 Legendary是著名的 再比如说 The Chinese are legendary for their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叫好客的意思 这个中国人民怎么看 因为他们的好客而著称 而著名 而不能说中国人因为他的好客 而成为传奇了 并不是这样的 著名 Be legendary for 就相当于Be famous for 你看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把这个好客这个词出现 大声读一下 Hospitality 再快点又会做话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因为好客而著称 本文中呢 死以前很早就出名了 最后的时间中 Long before he died 这long是个副词 放到这个before从剧前 就是之前很久 早就怎么样了 什么什么 之前很久 long before 这个结构不妨 我们可以记住 记了半天 怎么造过剧词 在上凉山前很久 武松的力量和勇敢 就已经很有名了 不用懂上凉山之后 那么那个上凉山以前 谁不知道 这个我二爷 这个武都头都知道 这个三拳两脚 将猛虎打 紧要打呼英雄呗 什么替大哥报仇 杀死潘监联 拳打这个蒋门神 所以我在当时 已经很有名气了 在上凉山之前 凉山就汉语 凉山就好了 那不是爬凉山吗 不是爬山去了 加入这个组织了 就凉山rebels就好了 rebels是叛军叛党 咱们以前可能还记得 叛军 那不是当时我们讲过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以换取美国支持叛军 换取他们支持民主的承诺 咱们当时讲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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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 好了 武松的力量 strength 勇敢 courage 早就变得很有名 上凉山加入凉山 是一般过去 很有名是过去都过去 跟本文的一样 叫had become legendary 对吧 咱们说一遍 武松 strength and courage 怎么样呢 had become legendary 然后 long before he joined the 梁山 rebels 就好了 大虎英雄 武二爷嘛 谁不知道 早就出名了 再来一遍 武松's strength 力量 and courage 和勇气 had become legendary 因为加入梁山 是一般过去 过去都过去 对吧 然后 before he joined the梁山 rebels 表示叛军叛党 我们再来一遍 rebels rebels 当然这个词 动词呢 叫反叛 叫rebel r-e-b-e-l 但名词都用rebel 就好了 好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呢 是引出了本文的主人公 说呢 他本来是个商人 但是他的 这个商人的这面 大家一般不知道 却都知道 他是个怪人 这进一步 把读者的胃口 掉起来了 所以这个人 怎么一个怪法呢 那么第三段 就取了很多很多的势力 来证明这个人确实是怪人 而且为什么 陶大家喜欢 也在第三段解释谜底 好 第二段跟老师 先看到这儿